上万捷克人民走上布拉格街头 要求总统齐曼为亲俄言论下台负责 捷克政府4月中旋公开指控俄罗斯情治单位 是2014捷克东部军火库爆炸案的主谋 为此通缉两名特工并驱逐18名俄罗斯外交官 引发捷克和俄罗斯的外交冲突 俄罗斯也已驱逐20名捷克外交官反制 捷克政界有亲俄和亲西方的路线之争 这次事件朝野罕见以致抗恶 不过捷克总统齐曼近来却为俄罗斯还夹 呼吁大众等待调查结果 不要有过多的猜想和议测 此话一出反对党批评齐曼有如为俄罗斯传话 民团也发起集会抗议 指控齐曼触犯叛国罪 要求参议院提宪法诉讼 让他下台 2014军火库就案 引起捷克国内政治纷争 更牵动中东欧等欧盟国家 和俄罗斯的外交对峙 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三国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及立陶宛 日前为了力挺捷克而驱逐俄国外交官 俄国则不甘示弱 发动反制驱逐此四国的外交官 装设综合报道